有没有在哪一刻你的另一半让你觉得自己没有选错人 有一次我和我男友想要出去旅游 好不容易出门一趟 我们做足了旅游的行前攻略 然后到了预计出发那天的晚上九点 我们还躺在床上 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没有选错人 昨天我妈给我买了台脚踏车 买完直接骑回家 骑车前面一点小心 后座为什么要再租 三小那是我妈 伯母嘴张这么大小心着凉了 宝贝在干嘛 妈妈在麻醉了吗 我在打传说 跟你说我刚刚去吃错冰被别人撞到 然后一坨冰砸在我腿上 害我整个人跳起来 你没事吧 有没有被烫到 没事你继续玩 兄弟给你看一个东西 这个绝对值钱 什么 三小了 干